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荣好奇心性不改 拉了郭靖的手前去观看 就见到杀通天等几人 全被周伯通点住了穴道 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可是周伯通却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应该怎么处理他们呢 这可真的难办 黄荣微微一笑道 这又何难 你拿彭莲虎的毒指环在他们美人身上刺几下 然后把解药没收过来交给邱道长保存 这样还怕他们以后不听邱道长的话吗 老顽童听后大喜 按照黄荣所说 把几人交给邱楚姬管理 这几人生死受人所致 再也不敢心生恶念 随着邱楚姬到重阳公司过去了 就在此时忽听得一声长笑 有人说道 老顽童 看你今日还往哪跑 就见一名老者急速飞来 黄荣认出这人正是邱千任 可是他不是一直被老顽童追杀吗 如今怎么倒过来追周伯通了 他还在思索中 邱千任已经来到众人跟前 他双手各持一条毒蛇 向周伯通甩去 周伯通天生怕蛇 眼看两条软软的东西向自己飞来 吓得他忘记了闪避 直挺挺地晕倒在地上 黄荣这才明白 怪不得周伯通刚刚向自己大献殷勤 原来邱千任看穿了他的弱点 如今反客为主 拿着毒蛇满世界地追着老顽童打了 看这情形 别说让他杀邱千任 恐怕是一听到邱千任的名字 老顽童就会吓得掉头就跑的 郭靖当然不会让周大哥吃亏 他从周伯通脖子上摘下毒蛇 扔下山崖 然后挺身站到黄荣身前 双掌暗运内力 准备和周千任大战一场 此时郭靖的武功比之周千任 只强不弱 可没等二人动手 华山上已经上来好多人 其中银发如雪的英姑当先冲道 他双目金光四射 恶狠狠地盯着周千任 在英姑身后 一登大师带着于乔庚耕读四位弟子 缓步走来 静荣连忙向大师建立 自从上次一别 如今看大师的模样 似乎精力更加饱满 想必是真经上的修为方式 让大师的内力不但得以恢复 还有了提高的迹象 求千任一见周围都是自己的敌人 他心念转动飞快 朗声说道 求某人来华山是为论剑而来 难道你们想仰仗着人多 群殴不成 英姑忽然说道 你杀我孩 我和你势不两立 伯通就是他杀了咱们的孩子 难道你不想给你亲生儿子报仇吗 周伯通面色一窘道 我的儿子 我有儿子了 黄荣接着说道 我们就是人多欺负你了 又怎么样 像你这样的恶人 罪有应得呀 他用手捅了老顽童一下 示意让他先出手 可是求千任面色一变 忽然大声说道 且慢 你们凭什么杀我 说我是恶人 那么你们哪个不是跟我一样 试问 你们哪个没杀过人呢 哪个从来没做过错事 伊登大师 你没做过错事吗 伊登大师缓缓说道 求施主 老那自问 无权杀你 你下山吧 被求千任这么疑问 郭靖也觉得自己曾经在战场上杀了那么多人 难道所杀的人中没有好人吗 这成千上万人中没有错杀吗 所有人都在回想这一生中的事实非非 一时间竟无人上前挑战 求千任知道这机会难得 于是一出身从伊登大师身边穿过 向山下的小路而去 可就在这时 一片碧绿色的光芒闪来 在求千任面前 网之城千条棒影 封住了所有去路 这竹棒快似惊鸿 竟把求千任逼得连退了七八步 结果又回到了人群之中 只听黄荣惊喜的声音响起 师父 你两人家来了 来者正是北盖洪七公 他拍了拍黄荣的肩头 然后和伊登大师等人分别拱手势力后 走到求千任的面前道 你刚刚问在场之人 哪个才有资格杀你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老叫花一生杀过二百十亿人 这二百十亿人个个都是恶徒 若非土豪恶霸 就是大奸巨恶 富一博姓之辈 老叫花贪饮贪食 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 求千任 你是第二百十二人 这番话大意凛然 求千任听了 不经气为之夺 西公又道 求千任 你铁掌帮上代帮主 上官渐男何等英雄 一生精忠报国 死而后已 你接你师父当了帮主 却去与金人勾结 通敌卖国 死了有何面目 去见上官帮主 你上的华山来 妄想争纳武功 天下第一的荣耗 莫说你武功未必能毒魁群雄 纵然是当事无敌 天下英雄 能扶你这卖国奸徒吗 这番话只把求千任听得如痴如呆 数十年来往事 一一涌向心头 不经全身冷汗如雨 叹道 红帮主 你教训的是 转过身来 永生便往崖下跃去 忽然身旁黄影一闪 一登大师身子 已一到了崖边 说道 善哉善哉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你既痛悔前非了 重心为人 尚且不迟 秋千任放声大哭 向一登跪倒 就此皈依了佛门 成为一登弟子 英雇还想报仇 可是却被周伯通拦住到 英雇算了吧 都这么多年了 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呢 说完话 老顽童就想溜走 可英雇千辛万苦 终于和他见面 这时哪能让他走掉 和周伯通在一起 当然比之报仇更加重要 于是随后追去 这对冤家 一前一后 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时 秋千任在 一登大师的劝说之下 已经顿悟 二人低语片刻后 一登起身 向众人辞别 七公知道 一登大师 已无争雄之心 他来此的目的 就是为了化解 当年的恩怨 如今已经功德圆满 于是也不便过度强留 两位新年老友 互道珍重后 大家目送一登等人 渐行渐远 此刻只剩下师徒三人 黄荣笑容眼开 坐在七公身旁 问长问短 慢慢的天色黑了下来 三人点了一堆火把 七公忽然对黄荣说道 你说明天的论剑 我和东邪吸毒之间的比武 谁会赢呢 黄荣微微一笑道 当然是师父你了 本来呢 你们几人的武功 是不相上下的 可是现在师父 又练了九阴真经 这样一来 我爹爹和老毒物 肯定不是你的对手了 七公呵呵一笑道 鬼丫头 九阴真经是你和静儿的 师父当然不会使用了 明天我只用以前的武功 和他们比试好了 三人聊了一会儿后 黄荣不再打扰师父休息 各自歇息了 此日一早 静荣二人听得有响动 连忙起身 向着声音处奔去 只见在一块平地之上 七公正和欧阳风 斗得正经 这二人现在都是经历 最旺盛之时 自从海上大船一战以来 七公时刻想着 向欧阳风再战一次 这时伤势痊愈 一套降龙十八掌 打得威猛绝伦 而欧阳风一年以来 修炼九阴真经 似乎也有所成就 吸毒北盖这一战 代表着当今武林的 最高水平 二人从清早 一直打到中午 还没分出胜负 黄荣知道师父大病出狱 复出第一战 就遇到劲敌 怕有闪失 于是他忽然高声说道 欧阳风 你还要不要脸呢 静哥哥已经饶了你三次了 可是你还是不知廉耻的 求我教你武功 我要是不教你呢 你就磕头下跪 三天三夜不起来 这黄荣伶牙俐齿 只一会功夫 就把知道的所有龌龊事情 全都按到欧阳风的头上了 欧阳风越听越怒 忽然他的招式一变 身体向空中翻滚了几十个跟头 奇怪无比的像七宫落了下去 不想 这招的威力竟然很大 把七宫一下弹飞了出去 欲知华山之巅 谁才是最终的王者 请看最后一集 华山论剑 我是喜欢说电影的轩童 请关注我家新浪微博 与微信公众号 会有本期文案 喜欢看文字的小伙伴 请扫码加入 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心得体验 与人生感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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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